对着镜头露出笑容 他是泰坦号五名罹难者 年纪最小的一位 根据外媒报道 19岁儿子苏勒曼 其实对深海探险很害怕 却因为想给爸爸一份 父亲节礼物 才同意一起下水 却也这样父子遇上死结 泰坦号五人 身价一个比一个惊人 还包括去年刚上太空的 英国富豪哈定 行前发文说他对搭上泰坦号 感到很骄傲 而哈定的好朋友 2018年也曾经考虑参加 但发现设备太简陋作罢 离难者有人爱探险 有人则是对铁达尼浩 仅有独钟 法国探险家纳若来 至少参观铁达尼浩残骸 35次 没想到这次遇难 他的记者说 纳若来热爱探险 曾经搭过比泰坦号 更小的潜水汽下水 另外驾驶这艘潜艇的 海洋之门创办人拉许 他太太的曾曾祖父母 当时就在铁达尼浩 头等舱离难 一百多年后 拉许也不幸葬神 同一遍海域 第一月新闻 众后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